因为我的疏忽啊 这个拍错了 拍成70-200F4的了 所以这一套贴纸不是我的 我说嘛 刚才看这个环就有点不太正常 所以我要把这个再给卖家邮寄回去 其实主要就是为了给他贴 没想到 他贴不了 把其他两个贴了 管他吧 主要是我们现在目前 现在没有什么收获地址 等这个有收获地址之后再说吧 这又是漫长的等待了 收好了 这里边的一个包 啊这是我另外一套 对 好 装回这个袋子里边来 就到了我们开饭的时间了 今天朋友给他亲自下厨 然后在这边做一顿饭 我们就不出去吃了 因为今天外边在下雨 忙了一天 看我们今天的晚餐 缩边鱼 这个是馒头 剩一个馒头 有这么大 馒头 饺子 花馍是吧 饺子还有牛蹄 我的天 这个牛蹄 可以啊 是他们的特色 还有我们那天吃的那个饼子 这个鱼子 鱼子已经开始跟我们分这个牛蹄了 这看起来就很好吃 刚才给我分了一块了一斤 得稍微晾一下然后再吃 直接直接就上手 上手 上刀 我不是肥了 一点不腻 刚才我还调了点醋 吃一盘饺子 看这盘饺子有多少 吃完晚饭回到车上 我们把这些 出发前的准备做一下 衣服差不多干了吧 等我们把衣服收了吧 然后先把热水打开 我要洗个澡 水拆在家里打开 衣服叠起来 明天我们就要出发新的目的地 所以这个 电呢就不能再用了 什么回事 电我们要今天晚上 最后开逆变器 把这个大的显示器啊取消掉 把我们临时的这个键盘呢收起来 键盘收起来电脑拔回来 显示器我们要关掉 其实显示器也没什么用了 把它还有点杂音 平时我就是这样子用的 其实是 哇一启动电有点闪 我等会再开吧 平时我是这样用的 所以今天把它显示器关掉 我们就开始这样用电脑了 支架控制好 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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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的收的就 断套了 袜子 我们先把床收下来 其实在房车上睡觉啊 每天都睡得很舒服 住惯房车的人你就会 听他说 习惯在房车上睡觉 这一点我先有体会 因为我回去 我的 家乡的时候啊 这个 喝完酒之后 等我第二天醒来 我竟然在房车上 这种事情常常发生 好 那个小楼梯是给米露打的 我把这先打这 因为这个门啊它会晃 方向没听对它就会晃 我们先来刷个牙吧 洗个脸睡觉 好 我们把睡衣换着 换个舒服点的衣服 小米露你先睡吧 虽然现在已经快两点了 但是我还在搞视频 视频还没弄完 让他当晚还得上传 我们来去看一下书吧 明天我们要去的地方呢叫 阿拉山口 就是下一个地方 哎不对不对 他这上面接受的是 小白羊寿所 明天我们不知道能不能到 到达小白羊寿所 因为它是个死胡同的路 进去就得出来 塔斯蒂丰顶区呢 怎么讲 路很难走很难走 而且现在很少有人去 有点危险 不建议去这个地方 巴尔达库研化群 可能会去 我看一下还有什么 江戈高 喝不散 他不是按我的流线路走的 我得说前面前沉默路 沉默路 沉默路 你已经睡了 是不是沉默了 我们去看一下 视频有没有 上船完 差不多时间 有关灯消息了 水泵刚才没关 水泵刚才没关 好了 还好我们还有一盏小微弱的灯光 擦一下全是灰啊 这个灯光下面就能看到这个上面有灰 搞定 可以睡觉了我们 这个怎么按手没反应啊 这个怎么按手没反应啊 已经很晚了 现在已经快4点了 我才要睡觉 冷冷冷冷冷的 这边一到晚上 就有点冷 我下边那个感应光 它又开始亮 因为车里边的 灯光啊 就暗起来了 好了 今天晚上就这样子了 大家晚安喽